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娘娘 不知道娘娘传诏奴才有何吩咐 本宫听闻你自河南回宫之后 曾到御药坊 查探皇儿的死因 可有此事 回娘娘 确有此事 你私自翻查此事 是否知本宫皇儿的死因 有何不明不白之处 回娘娘 光直只是因为 知道娘娘为了皇子夭折 伤心欲绝 又恐宫中有人对皇妃及皇子不利 所有奴才在暗中调查 不敢惊动娘娘 但经过详细查问之后 也正如太医所言 皇子确实死于极京风之阵 真是如此 确实如此 虽然汪侄已经离开娘娘宫中 但是娘娘的事就等于汪侄的事 汪侄不敢有所隐瞒 好 就凭你这句话 也不枉本宫对你欣心栽培 谢娘娘后悔 这样就最好了 但是希望你以后以本宫名义做任何事情 要先向本宫说明一二 以免有人在背后说你是狐假狐狐 借此抹取利益 那就不好了 回娘娘 但是娘娘 宫中人多口雜 望娘娘能查是非 奴才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娘娘筹谋 是这样就最好 但你要记住 本宫没什么长处 但眼光里向很锐 任何事 都讨不过本宫的法眼 我只定归请记心中 请自我谣 失去失留 要快做决定 一旦若 永远回头 袁公子的好意 情自实在是难以接受 也许 这就是命的 袁公子 对不起 是我一时胆轻 辜负了袁公子的一番美意 也让自己变成了一只龙中鸟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愿不得他 年纪轻轻的 有着倒好年华 为何无故叹气 参见万贵妃 参见贵妃娘娘 你就是潘红 宋敬公的上淑女 正是 长得不错 身段窈窕匀 云衬 真是万里挑一的美人 谢贵妃娘娘夸奖 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 后宫之中 倾国倾城的家里 大有人在 要想得到皇上的宠幸 并不是光靠样貌和体态 还需要一点运气 少淑女 你就慢慢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下去吧 亲自 别喝了 春花 你要是我朋友 就陪我喝两杯吧 来 好 不过我只能陪你喝一杯 说好了这一杯的 不许你再喝了 你先告诉我 你到底有什么委屈 别憋在心里不说 不是委屈 是后悔 我后悔当初没有答应那个人 让他带我远走 高飞 你是心疼老一个夫人 跟你吃苦去冒这个心 这是一片孝心啊 你不要责怪你自己 你说我现在算什么 龙中鸟 等主子空闲时 回来看他一眼 我现在 到底算什么呀 现在皇上刚丧子不久 他当然没有心情 策立新的嫔妃 你放心 我相信皇上一定会宠信你的 你必安慰我了 今天我在玉园碰到万贵妃 他的眼语 他的眼神 比刀剑还锐利 就算是我被皇上策立为妃 我也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 春花 我现在的处境 是进也难 退也难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办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更没有办法教你 不过在宫中这么多年 我学会一件事 就是但求心中无愧 其他的 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这样无奈吗 就这样无奈吗 后宫之事 不是我们这些弱女子做得了主的 不过我相信 只要你没有害人之心 害你的人也会变少的 这就是我在宫中自处的方法 请自你别气馁 皇上策不策封你 你不能做主 万贵妃记不嫉妒你 你也没办法阻止 不过 你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 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答应我 别在别人伤害你之前 自己先伤害了自己 周大人 这是属下多月来辩访各地方重臣 他们对朝廷及皇上的一些建议 现交与大人写入建书之内 远方 这些建议你可曾一一看过 属下已看过多遍 都甚有见敌 如若皇上能听进一二 定可改善百姓的生活 你可记住了各种的要点 属下应该记得 大人 大人 那么 金剑之事 现在万万不肯提出 而这些个书箭也必须收回 不能留下纸言帖 这是用以江山设计之事 为何不能提出 为何不能保留啊 你有所不知啊 近来皇上心情不运 任何金剑都听不进去 更不看的是 皇上现在非常重现汪植这个人 保持他为了向皇上要功 不惜颠倒黑白陷害重量 本官刚刚接到没报 他即日去了河南 他已经告老还乡的 李承大人 吴洪大人 以莫须有的罪名 压戒为尽 秘密行选 西场自武皇爷爷 已经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 现在连一些告老还乡的官员 也不放过 远方啊 做事情 要审视夺视啊 如果现在我们进言 那必定会让王之 也无计可乘 还会连累一大批的 忠臣前世 周大人言之有理 但审视夺视 要等到何时啊 有时之事 报效国家 而如今小人的荡道 切不可莽撞而为 您要把各位大人的谏言 铭挤于心 等到将来 是即成熟的时候 再向皇上觐见 谢大人提点 打开啊 打开 打开 让开 快点 上 走 别开 别动 这不是那种菜单的吗 他可是个清官啊 怎么会被抄家 停 停 别动 我还是你啊 出来 死 我 拿着 你没事吧 快点 我 真是 快点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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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哥 杨勇 是你 你刚才那一招 命的恰到好处 走 那天 你与杨洛刚进京之时 我面在这喝了一次酒 物是人非 转眼间 你是两个不同的光景 看见你从心振作起来 相信你大哥的在天之灵 也可以安心 我现在只不过是在宫里 算不算重新振作 我也不知道 人生在世 视频师父 只要自己活得痛快 别让爱护自己的人操心 就已经很好了 袁大哥 我伤心失忆 你是知道原由的 但是在我看来 你也并不开怀 你也并不开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的情景你也看到了 一个清官被抄家 百姓就说了一句心底话 就被西城的人恐吓追究 现在除了王侄和万贵妃 皇上根本听不进任何人说的话 我在宫里面 倒是看到皇上 对万贵妃非常地宠信 可至于王侄 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 此人你还是不见为好 他执掌西城不久 但是被他所害的人 却已数之不见 大哥被害之后 皇上就设立了西城 王侄也扶摇至上 你说这两件事情 会不会有关联 不论有没有关联 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 记着 君子保仇十年未完 你可别一时冲动 害了自己的性命 我杨勇 早已将生死至于杜儿 别傻了 你要是平白无故地牺牲了 你有何颜面在九泉之下 见你的父母和兄长 听我说 就算你有什么发现 想有什么行动 你也事先跟我通知一声 一人计刀 二人计刀 千万别单独行动 知道吗 我知道 我会小心的 停 糟了 业 oqu靖 君王若有清明镜 何容秦桧害忠良是不是 这还不是对皇上的不敬吗 我只是看到岳飞被奸臣秦桧 所害之事有感而发 复事济事 怎么会对皇上不敬呢 分明狡辩 快说 还有多少人对皇上不满 说 御家之罪 何患无辞 皇旨 你根本就是记恨 我在西场成立之初 我曾力劝皇上三思一事 你现在罗之罪名 想诬陷本官是吗 继续打 是 人家罗之罪名 作词 不是 我曾经时候 我那是真的 铺羽的权权 他也不想 一带来 这帮我 铺在我了 我这也算是 他也有 我这边 那是 他也有 我这边 是 我这边 我这边 这个 他也会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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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想 我这个 我这边 免得皇上查下来的时候废物唇舌 是 对付个穷官 花我这么多银料 你再去看看 城里的富商 张显周龙他们 有什么可疑之处 知道吗 是 幸好 主婦呀 再也再不安 汪迟啊汪迟 只要巧立明目 一定会吓他们一跳 把他们吓得屁股娘 任我肚子 任我肚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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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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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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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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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